现在说一下换电极的步骤 首先用一把十字螺丝刀 把这个电极的上盖 这边两颗螺丝 电极下盖这边两颗螺丝 还有这边 两个四个螺丝 全部用这种电动螺丝刀 先取下来 好 我们现在把上面的马达盖取下来了 现在取下面那个马达盖 我们下面那个马达盖也取下来了 取下来以后 你会看到 这里面内部结构 首先我们要先把这根扎带 用剪刀剪断 把这根扎带 用剪刀剪断 这根扎带 这根扎带用剪刀剪断 然后 用钳子 把这个马达电极线 这样的夹着拔出来 这个电极线 已经拔出来了 然后 我们用电动螺丝 用螺丝刀 把这根马达的接地线 把它领出来 好 这个马达的接地线已经领出来了 然后下一步 我们就要把这四颗螺丝 这上下四颗螺丝 把它取下来 好 我们刚才说了 已经拆开了那个马达盖 把那个线跟扎的都松掉了 现在就用我们 佩戴的那个工具 你把那里的螺丝刀 你把那个开口扳手 按照这样子的镍石针方向 把这个马达的上下四颗螺丝 按照我们这个方法 把它悬出来 把这个马达拉下来 向这个小土耳 Py man 就这个马达可以 電脑换 就算一个似再会 рупasında 哦 嗯 dealer 你看 里面 一般的老大要丁吃起来 好 现在马达楼是已经松掉了 现在这一步就是把我们的皮带从马达上脱落 好 现在这个要更换的电机已经取下来了 我们现在用的工具就是我们产品里面配的 两个 一个是内地的扳手 一个是开口扳手 这两个工具就可以了 那后面一步我们就是要把好的马达安装上去 我们现在上新的电机 用那个内地脚扳手 把这四颗螺丝 在没有上螺谋的情况下 这样子悬进去 那么两个不一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现在把这个螺母 用手先悬到螺丝里面 上面两颗 下面有两颗 然后用这个扳手 我们开口扳手跟那个工具 一个扳手 卡着这个螺母 用这个类类叫扳手 把它悬紧 先对角悬紧 如果选了上面的左边 就选下面的右边 就会让它开口扳手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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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弄得出个小身 这个皮带不能卡在里面 好 我们现在把螺丝选紧了 现在上皮带 首先把这个皮带先放到里面一侧 就是把那个皮带先放到里面一侧 再套到这个电机轮上面 然后再这样子往这边推 用手顶着那个电机轮轮 然后这个手压着那个皮带 上进去之后把这个皮带滚动调到皮带轮跟电机轮的中间就可以了 电机就换好了 现在电机上好之后 我们就开始做一些其他的工作 然后刚才拆下来的电机线 电机的那个接地线 黄色这根 用螺丝刀把它选紧在刚才拆下来的口位上面 把刚才拆的那个电机的那个插头 红色插在红色插在里面那一个端子 一个M加 表示马达的正极 M-是黑色 插在马达的负极 要插到位 这样子马达线就接好了 这个不行 好了 那现在我们就是把那个线绑好 这根本是没有插的 那现在我们就是把这个电机啊 先把这个磁铁先塞 塞到这里面去 用一根扎带 把那个电机的三根线绑在这个最边上的这颗螺丝上面 从这个缝隙这个地方穿进去 把它扎住 第二根扎带 绑在我们接地这个螺丝这个地方 第三根扎带 我们就把这凝乱的线 把它离顺以后把它扎整齐 好 这个电机三根线绑的位置 一个是这个地方 一个是这个地方 一个是这里 然后我们用剪刀 把那个扎带拖出来的头把它剪掉 好嘞 这个马达 安装跟接线 就完成了 现在我们后面就是上马达盖了 好 现在我们电机已经接好了 现在就是说 先把马达盖上上去 我们上马达盖的时候 拆的时候是拆上面的先 然后我们上的时候 是先上下面的 就是把刚才拆下的四颗螺丝 然后这个马达盖 对着那个孔位 把刚才螺丝再旋进去 左右各两颗 刚才拆下的螺丝又旋进去 就可以了 这边两颗 还有那边还有两颗 好 我们如果下面马达盖锁好了 我们现在就锁上面 上面马达盖也是一样的 把刚才拆下来的螺丝 用那个十字螺丝刀 把它左右四颗螺丝都选紧 好了 如果是马达盖上下螺丝都选紧了 我们的电机换电机的工作就完成了 如果电机有问题 这样换下来 我们就可以使用了 谢谢